我叫范墻,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翻墻了 你好,这里是保卫部门,现在监测到尼布战士,范墻有违规网络翻墻行为,请复派人去查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当我们每次说翻墻是违法的时候,小斐勇总是会呛 谁说违法的,老子翻出来没人抓,台湾人又在造谣了 但是前几天呢,中共解放军郑州联寝保障中心啊 发布了一条翻墻违法的小短片 里面直接上画面教学怎么翻墻,而你这样做就是违法的咯 结果呢,被检举下架,又马上放了一个打马赛克的版本画面 因为他里面已经教大家怎么翻墻了,对吧 所以他把这些翻墻功能全部打马,实在太暖心了 那根据2017年的全球网路指数调查报告 中国翻墻人口约占9000多万 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增加或是减少,我们就给他抓1亿好了 那中国人口14亿只有十四分之一的人翻墻 难怪要打马赛克,难怪要重新上 十四分之十三的人,这是什么,外网是什么东西 解放军拍片叫小粉红禁止翻墙 所以我想问各位粉红,里面这个是台湾军人吗 还是台湾人过去摆拍的呢 你们还在嘴硬说翻墙不违法 你伟大祖国的解放军啊,都说翻墙违法 你们想侮辱解放军吗,你们想侮辱英烈吗 这是重罪啊,要知道这个中印边境那个时候冲突吗 有一些反贼在那边酸,结果呢被寻寻知识了 侮辱解放军啊 如果你认为他们这种造谣的行为是在骗人的话 请你们去告解放军 请拍片呼吁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可以合法光明正大的翻墙 可以在公安面前翻墙,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在公安局用YouTube直播,这些全部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记得要at央视啊,人民日报啊,共青团啊 记得啊,要在中共国上境内的平台哦 违法是一回事,你有没有被抓到是另外一回事 小粉红总是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因为他知道自己违法 但是他就揪着,哎,你抓不到我 如果你爱党爱国,你这么拥护共产党 你为什么要去违反共产党制定的法规法条呢 难道你跟我一样是不爱党不爱国的台独分子吗 你在破坏祖国的和谐吗 如果你不是的话,为什么你跟我做一样的行为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我叫范强,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翻墙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没有收金 喂 上号上号 我带你去国际服,咱俩到了位去 那个国际服怎么下 你要买一个小火箭,小火器就行了 你好,这里是保卫部门 现在监测到尼布战士翻墙 有维维网络翻墙行为 请出派邻居查看 这个时候啊就要用 受上vpn 所以呼吁小火箭赶快去呛这些解放军都在骗人在造谣 因为你们也没有被抓嘛 虽然里面很明确的写到 第六条,个人与任何单位不得建立或是擅自使用其他的管道进行国际联网 除非你是做这个外商贸易的 这个另当别论,因为你这个是有牌的申请 那你违反上述规定啊,上面写啦 由公安机关勒令停止 给予警告、劝导或是可以开1500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如果你是军职的话,用推特、脸书、油管等等社交媒体啊 那给予党内警告,最佳一等 所以我就说了嘛 中共国这个国家是没有军队的 只有党政军 那最近这几天,美国国会不是通过了法案 要TikTok在半年之内啊,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割 看你要独立经营呢,还是卖给其他的美商公司,随便你 总之你不要跟北京的母公司有关联 不然你只好滚出美国啦 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啊 美国国会在我印象中已经传唤了2到3次的TikTok执行长 来听政会,来让他解释 结果他都无法证明他与字节跳动,与中共、北京没有关联 再说一次,中共的任何公司 不管他是不是有海外成立的 他都要听母公司党支部的安排哦 里面是有党支部的 而中共法律也规定如果有需要 公司必须无条件把用户的数据等等给政府 而且我们也知道,即便TikTok他是海外版 但是他会带风向 你只要有任何与中共现在想要带的全球风向不同的点 他还是让你发,但是他就降你的流量,对吧 结果TikTok向美国用户强制发了公告 并附上你当地所在议员的电话 让这1.7亿的用户啊 打电话要求国会去暂提法案 那TikTok打着美国正在迫害你们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跟民主自由为借口去造谣 却不提附加条件 却不提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隐患 也不提自己的民主跟美国的民主到底区别在哪 这些1.7亿的用户也不知道 自己的跳动是有党支部的 所以我想说贵国在墙内拍片宣扬使用VPN 翻墙软体是违法的 那你在海外又说欧美在迫害人民 使用网络的自由,社交的自由 你在搞笑嘛,那你为什么抖音要分国际版跟中国版 为什么中国版本的看不到骂中共的影片 为什么国际版本的反共影片会被你限制流量压流量 为什么YouTube脸书推特都可以看到舔共的影片跟图文 建议抖音啊,你也要学一下你们子公司在美国的公告一样 比如说像这张图 终结对创作者的自由干预 网信办正十年如一日的干预防火长城以外的信息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 违在旦夕 实行公民权利,督促你的政府 让7亿的抖音用户,自由的记录美好生活 让你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知道言论自由对你多重要 然后附上这个人大电话的电话让你去打 来啊,你们坐美国,跟在美国一样的新闻 你们不敢嘛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中国的公司可以利用民主自由的方式 还附上议员的电话 让你让一些对中共一无所知 认知偏差 或是认为中共没这么坏的那些人啊 你看上海好进步,上海高楼大家很多 让这些人去给自己的国家政府衰竟 印度政府还有印度的学者最近也发现 好多的印度网红开始在宣扬 中国多棒,中国多美 而还是会小批评一下中国 但是批评的中国都不是批评在他们政府的点上 就说你看这个国家虽然会乱土坛啊 但是他们高楼大厦很进步啊 他们推一个政策很快啊 你骂都没骂在点上 你反而是小骂,大帮忙 然后呢,中共没有大家想象的可怕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拍片给大家看 大家有看到那个河南村镇银行吗 没有 大家有看到烂尾楼的出户啊 没有,你去旅游的你怎么看得到 就算摆在那边你也不敢拍 你也不敢看 北京的信访局怎么没有台湾人过去拍呢 所以啊,他们就要塑造成这个 都是我们这些反共的人在造谣 印度政府都在乱讲话 我们不该在中印边境有矛盾 一定是我们印度人太极端了 让民众去恨自己的政府 因为我们有悬票可以换 但是中国人没有悬票可以换 然后他们的言论自由的程度跟我们不一样 那这些人认为中国是很温柔的 然后达到衰竞的效果 那最近法国、德国、英国的国会都在讨论 中共片面的取消改变台湾海峡的航道 也在谈台湾战争的风险是一年比一年高了 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啊 如果开战的话 会比俄乌还严重很多倍 那正常民主国家都应该防范起来 都防备起来 只有台湾的在野党还在当勤快 还在呛我们 不管对方有多坏啊 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坏 那我们都要示出善意 对以后你们小孩被欺负了 请你告诉你的小孩要示出善意 不要动用父母、老师、教官、黑社会的关系 绝对要跪下示出善意 久了你就会被欺负的更久 影片了之后还有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最近不是一堆粉红把中国国产品牌 农夫三权打成日美品牌吗 今天啊11号广州举办了动漫展 因为自称是当兵的小粉红 冲上前去怒杂动漫的看板 并且说啊这在日本啊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爱国 身为中国人怎么可以看日本的东西呢 怎么可以去迷日本的东西呢 结果事实上这是中国产的盗幕笔记 OK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外观上连小粉红都认为 盗幕笔记是日本的动漫呢 所以盗幕笔记你在暗示什么 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你画的会让人家联想跟日本有关 难怪解放军不准他人翻墙 因为你自己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你只要无脑大家都变得跟你一样的话 那就很容易被打煽动 对吧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好那我们最近还有什么可以跟日本有联想的 比如说最近这个两会刚结束嘛 但是在这两会的期间 你进去北京要两次安检 你安检之后会给你贴一个小红章小红贴纸 这是在暗喻什么日本国旗啊 大家可能吃那个荷包蛋打蛋的时候 那个蛋撒下来是什么那个圆形的是什么 你们有什么目的你们有什么居心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我发现一件细事即控的事情 你看这个人他是谁 中国国家主席 我们来看他跟安培晋山 还有这个日本的岸田文雄 都有眼睛都有鼻子都有嘴巴 对吗 而且都是黄皮肤 头发黑黑白白的参在一起 肾上有眉毛 日本的首相都有眉毛 而且他们都穿西装 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位打红领巾 跟肾上一样都打红领巾 然后呢他们左胸都有一个圆形的臂章 那个圆形是什么意思 你在暗喻什么 你在干嘛 为什么你长得跟日本人如此之相 你们想要干嘛 想想多久的恐怖啊 细思即控啊 日本人在好几亿年前 已经让大家的基因 让亚洲人基因 变得跟从外貌上看起来 哦 大家亚洲人好像都长得一样 还有一件很细思即控的事情 太坏了 紧急通知重大发现 日本自核废水之后 又开始搞巨大的渗透了 已经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了 最新研究表明 人体内含有大量的红细胞 一个一个的红细胞的样子 如日本国旗 太恐怖了 勿忘国旨 咱们是炎黄子孙 我支持爱国主义者 展开大规模的放血运动 排出身体内所有的红细胞 以展示爱国情怀 看来啊 U型索都以不同的形式 活在每个小粉红的心中 所以啊 各位粉红 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老师见了 拜